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1月6日到星期五 美國總統的選舉 我一直都說不可能在11月4日 會得出那個結論 不過我現在會估計 在這個星期日 拜登應該可以選出來 為何會這樣估計 因為現在還欠6票 主要是在一些周到 很多郵寄的選票 寄出來之後再選一下 點一下 估計起到這個 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只要星期日都開工的話 我估計星期日晚 怎樣都會有的結果 起碼是有一至兩個周的結果出來 這樣可以就宣布拜登 他就可以說 他已經拿到270張選舉人票 他可以宣布 是 不是正式可以說是當選 不過按照目前的點票數目 他是勝出 當然特朗普一定會去挑戰他 一定會提出司法覆核 要打上官司 但是當拜登一說 他拿到270張選舉人票之後 美國開始會大亂 特朗普的支持者 一定跟你死過 所以 拜登在這個星期日 當他選出了最後的6票之後 這樣就會出現了 開始亂了 當然你說 如果接下來的6票 不是這個什麼呢 其實不是這個拜登 其他所有州 是否是特朗普的呢 這樣很簡單 不會那麼亂的 因為 到時特朗普就會說 不要搞司法覆核 不用查票 不用查票 不需要查的了 這個可能性大不大呢 我估計不大 因為 所有支持特朗普的人 都是支持不戴口罩的 他們都是支持 可以是沒有這個社會距離的 都可以支持 一大大聲 攬頭攬計的 因此他們要親身去投票 支持拜登的人 就會相信 不戴口罩不行 要保持社交距離 還一定要 就是郵票選舉 因此所有郵遞進來的選票 基本上應該大部分 都是支持拜登的 亦都因此是這樣 所以特朗普說 11月3日之後 所有郵遞的選票 是不可能計算 為什麼 他知道選票 多數支持拜登 既然是這樣 你就會很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 郵遞選票一遞進來之後 拜登的支持率就會 爆爆爆 會幾個%上升 於是特朗普又會說 你看一下 是不是作弊 那會不會有作弊 又真的可能會有作弊 因為現在已經找到 有些州郡那裡 註冊的是選民的人數 是少過投票的人數 即是投票者多過選舉人的註冊人 那些票從哪裡來的呢 因此 美國這次的選舉 是絕對一個鬧劇 而之旦大家有沒有想想 美國所謂的民主選舉 選了百多二百年 為什麽選舉的機器 點票的程序 等等的事情 會這樣騎乎 又會這樣騎乎 其實很簡單 我自己說的就是 每一個執政者 都會搏 下一轉 我再用到的話 都可以利用漏洞 來得益 不到得益的話 就再打過交 得益的不改 所以你認為 過往一直都是說 那些機器選票不行 郵遞不行 其實你可以很簡單改 郵寄選票 一定要在幾多天前 到達那個地點 我們交稅也是 稅局都告訴你 你不要在那天才交一張票來 你要預約郵遞的錢 我們來到之後 才行 不要去搏 到時的事實中 就是這個 明框是 11月6日 這個交稅 你是11月6日 晚上 5時 才扔東西到油桶上 人家收了一張票 過來 不是要到7日、8日 你賺了幾日息嗎 政府會不會跟你這麼蠢 所以一定告訴你 你要預住留計 這是過票的日期 銀行更加如是 你只要用卡 看看是不是 為何商家都會知道這樣 而竟然是一個這麼重要的選舉票 連油節的日期 都沒有一個固定的 定了它 定了之後 很簡單 沒有問題 你們如果要真正的 要郵寄來的話 如果11月3日選 你一定要起點 最遲 因為10月30日 你要記出 那就解決 是這麼簡單 為何不要這樣做呢 這些很簡單 政治上的事情 是這麼黑暗的 不過很多人還相信 美國選舉那裡 是很公平公正公開的 看完這次之後 大家再跟我說公平公正公開 好了 禮拜日 當拜登 如果 真的他選了郵票 即是郵遞回來的票據之後 他是得益了 宣佈了之後 一定會打餐死的了 那就看看 千萬不要今晚就公佈 如果今晚公佈的話 你就會出現一件事 美國股市就會被人打餐死 若然 是要過了今晚 美國市場之後 無論是星期日也好 星期六公佈也好 星期日公佈也好 我當星期一才再炒過 不過今天 大家投資者要主一件事 香港的股市 今天收視了之後 就要接受一件事 準備一件事 拜登星期日宣佈 他已經得出270選舉人票 將會對市場怎樣影響 很簡單 看回一下 前一兩日 在這裡 我和孫雲起做的 那個是有關於美國選舉之後 若然之後市場的變化 第一件事 一定會出現的 只是美元會下跌 下跌了 一約下跌了 於美匯指數下跌了 美元對日日日 到了103 很多人說日圳是避難貨幣 一時說美元是避難貨幣 為甚麼避難貨幣去了避難貨幣 難卿難帝 避甚麼違反貨幣 美元絕對不是避難貨幣 美元絕對是搶奪貨幣 當我要勇猛就是用美元買這個美股 當現在要肅沙 很多投資者不再這走 投資美股或騎兜美國資產 就將以前透過借很低息的日元 去買美國,現在回來叫斑枝匯潮 所以為什麼? 不要一時又跟我說,美元又是避難貨幣 一時又跟我日元又避難貨幣 現在美元折去日元,那誰比較難? 兩個都不是避難貨幣 日元是一個叫騰雞貨幣,是有災難的貨幣 於是就會由美元回來 這個日元不是避難,是有災難 所以如果大家不弄清楚這件事 還是認為它是一個避難貨幣 避難以為就安全,避難就不安全 所以一定是找得到錢已經佔美國市場 慢慢撤走 因此大家會找得到今天 昨天大家升得很多很多很多時 我就跟大家說,留心 後勁是否可計,港股 若然不計的話 我們會有個問題出現 特別是阿里巴巴,留心 它還可不可以升破了昨天的高位 若然阿里巴巴一直都不可以升到昨天的高位 我就去到星期一 今天我估計已經升不破了 星期一升不破的話 我會應該看 開始港股會作一個比較 是又來一次是洗下 好,看看期貨指數周線圖 很漂亮的 升了上來 彈了上去 到達通道頂 日線圖上面也是這樣 彈了上去 出了去 這個很重要的 不要跌穿下來這個低位 昨天的低位 如果跌穿昨天的低位 那就認真不恭喜了 這裡也一樣 這裡有個裂口 似乎又不能夠不補個裂口 因此你補個裂口的時候 要記住 補極也好 你都頂著25,200 頂不了的話 那就不恭喜了 萬洲國際豬肉股 之前介紹過的 曾經是升了上去 但有六幾 我估計它可以去到七幾百元 去不到 下回來 就好像這裡這樣 去不到 下回來 這次又去過了 有人又說 豬肉價格行不行 做不做到 我覺得 可以的 因為中國人吃豬肉真的多 同時 晚到年尾 豬肉價格都升下 所有這些價位等等 都說完了 大家細心看就可以了 東風集團 今天大展神威 升了上來是七個一度 東風集團 大約在9月2日左右 9月2日左右 是可以向上望的 望的位置是多少 六個半 這樣 今天 一過 過了 去到上面 那上面還看什麼 還看不看 看 上得藏黎牽痺 四個半 六個半 是阻力 當時 例如這些就是這樣 突穿了之後 我沒有理由 不愛望它 因為它今天 是升 而有成交上升配合 雖然這裡 以前都玩過 上升 有成交配合 這樣就下回來 好 又再上升 又再成交配合 又再下回來 又再上升 又再成交配合 我就喜歡這樣 所以在這點裡面 如果是沒有貨的 你要等一等它回調 因為真正升得 這次是比較猛 你等它下回來 上面看多少 我們看9元 為何會看9元 如果是周線圖 上面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8.9元 8.9元 和9元差不多 所以就差不多了 對不起 東風集團 東風集團 上次是周線圖 在這裏看不到 過一些你會看到 這張圖 短了 好 接著是中國石油 中國石油 找到油價 一直都沒有表現 中國總是死不斷氣 為何呢 因為的確 兩元雞的中國石油 好 你當作生油也可以 那些人都可以 建造這件事 始終還是爛船有三斤釘 所以在這裏就頂住 現在兩個三 這裏之前兩元左右 中的石油最主要是甚麼呢 其實有一件事 中的石油還拿著很多口氣 天然氣 所以如果你看到中的石油 和135對比 135 這個兒子 就好過媽媽的 另一件事 中石油 還有一點 就是 它是有很多管道 而另一件事 我始終以前很久 幾年前已經說 有一個叫做 是可燃兵的 在南海那裏 已經是進入過了一個 嘗試過的商業開催期 亦都是可以進展的 若然南海局勢 不是目前那麼緊張的話 我相信 那裏已經乒乒乒乒乒 在那裏出氣了 在這件事 我估計 阿爺始終是要做這件事 因此 中國石油 如果每到一些相對低位 例如兩元雞 這些位置 是值得 賺一點點去看看 因為它有兩樣的資產 一個就是管道 一個 就是可燃兵 當然你認為 它開採可燃兵 是否一定要給它 為甚麼不是給這個 是中海油 中海油海上面的開採 這個世界上面 中海油其實都是由這個 中石油化出來的 都是兩兄弟來的 你要分開這個時鐘 阿爺 他只是把他兩兄弟 搞定他 中間是很多東西 分來分去 不是我們這樣看的問題 你是搞海的 你是搞綠的 哪裏是這樣分法 不會這樣分法的 到時就是 哪個有能力 哪個有什麼需要 哪個在當時想對國家的安排 是最好的 就找他去 因此 我又覺得 中石油 始終還是會有機會 是在這點而發揮 不要高 大約是三元左右 你應該要出去了 如果三元又浪實 不肯下來 怎樣 我便當他上多一個台階 再不是的話 一定可能有一點點東西 在這裏 那些東西是甚麼 就是真正的管道要怎樣安排 或者可言兵的開採點如何 這件事要看 這就是日線圖兩個月間 TCL電子 我一直都說 是一隻十分之艱的股票 但這7.8或8元左右 這裏已經是三個頂 以前有一張月線圖出過 都是這個位 這次如果上來是三頂而破 上面是應該是望很多的 不過這裏的人 都是很多的 是藏龍復古之輩炒股高手 上去又不肯是又要下來 只要看一看 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電子 所謂你做電視機 等等這件事 是很多東西 已經是白色家電 又再進入新的台階 是會有些東西進步的 哪裏不會有進步 因此在這裏 我始終會覺得 有些東西 你這麽厲害 你就不要炒破7.8元 我看死它 找一天 就會炒7.8元 到時人人就會看 三頂而破 找一張月線圖才看到 以前出過 現在還未出到 因此在這裏 遲早早 我都會覺得 應該回來試這裏 試完這裏再想 大家要買的話 看好指示位 下面下 我又估計它不會 真的這麽狠心 殺它下去 搭了台這麼好 你現在要殺它下去 大佬也很浪費錢 什麽是台這麼好 就是周線圖 湧上來等這裏 在這裏 你真是不用賺錢 托住它 要托住 在這裏 你不再擁它上去 不擁它上去 怎樣分水 拿些錢 山東黃金 山東黃金 其實上市 只是 兩年多一點點 山東黃金 其實 是一隻 真正正搞金的股票 巴菲特 是差了5% 而山東黃金 如果說回歷史 你找到 它的紅色地位 是很勁抽的 在抗戰時期 國共內戰時期 共產黨方便需要資金 是從哪裏來呢 其中一個地方 在山東 是掘黃金 有很多人 是由山東 運黃金 回去延安 所以因此 山東黃金 是一個紅色金 如果你聽完我講這件事之後 你會知道 阿爺 怎麽不會扶持一下 山東黃金呢 這個世界 不會突然之間 是你又湧了上來 有什麽事情 真的扶持他 一定是怎樣 阿爺就給他 你不要搞那麽多事情 搞金你就搞金 你不搞來這些古靈精怪 所以山東黃金 是一隻老老實實 掘金你就掘金 巴菲特 為何要買山東黃金 而不買其他金 因為其他金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山東黃金真的 但是 不要說是九九九金 九九八也好 所以在這點 如果你要真正要以 持金 抗股等於拿金 就是山東黃金 最近 整個金抗股的板塊 都是上升的 真的有很炒的東西 有很不炒的東西 我想問 你拿著金 有什麽不炒呢 是沒有什麽不炒的 所以他就要穩穩陣陣 下去 高位 是一定要等到 蛤蛤蛤蛤的金 上去 他會跟著上去 低位 你就可以去考慮賣他 你應該當他好像黃金 那你就炒賣 就不要當他普通一個金礦股 來賣賣 跟其他的金礦是不同的 那新東黃金 我們會怎麽看他呢 又為什麽會在今天 他會突然上來呢 因為 就預著拜登 他會上來 拜登上來之後 他會印多了銀子 印多了銀子的話 那麽金就會不值錢 金就會比較多些值錢 現在黃金 去到198 這些位置 一百多位置 應該是初步見到一個短期底 稍後期間 是應該有望條件 上去1930元左右 會期明年是第一季至第二季 是可能 我當然什麽都說可能 如果美元繼續疲弱下去 為什麽一定要明年3月呢 很簡單 拜登上了場 或者就算任何人上場也好 你去到這個是一月坐正 再經過這個立法程序 兩個月左右 是不是三月左右 你就印很多債券出來 你用美金就出來 所以到時明年3月左右 美金就會弱 美金弱的話 就是到其他金就會升 那到時 金價是可以有可能 有機會 升上2300元 2300元 再跟著之後又怎樣 一至兩年左右 應該是2500元 2800元 3000元 這我對金是比較提好的 山東黃金 在這個走勢上 很簡單 如果你變成我說的 它形成了一個 這樣 然後這樣的走勢 這由14元 升上27元 中間就等於升了 6元加7元 即時升了6元加7元 即時升了6元加7元 死貨 即時升了6元加7元 即是13元 所以如果由這裏 20元的話 再升了13元的話 再升了13元的話 那就三十多元 這個應該可以起碼 最低限度都會見到27元 這裏 這個山東黃金 短期走勢 九倉置業 以前我也有說過 九倉置業是可以值得看看 通常都好像在這裏倒這樣說 現在就這樣升上來 沒問題的 這個地產股不死得住 這樣升 若然是這樣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 買賣地產股 因為一起這裏 以前這兩個星期 我也有說過 新地 行地 都是值得可考慮的地產股 只不過這個整個板塊裏 你不能一次過一天都講完三隻 又不是說我和地產路都勾結了 不過現在你看到 基本上它開始走勢十分之好 一路由這個地板 就升穿了天花白眼 去到上面 那當然 你一定始終這個升幅都不少 地產格來說 你由29元升到這個 是34元的話 5元計 5元計是多少 多於10% 所以這一點 在地產股而入 有這樣的表現 是差不多的 所以今天就是這麼多 記住 這個禮拜日 可能拜登 可以宣佈 拿到270張選舉人票 看看美國 那裏 美麗的風景線 有多美麗 很多謝大家